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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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有請張部長 方委員好 張部長您好 那首先對於您在過去很多關鍵的歷史時刻 站在駐穗正義的角度 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堅持 我必須要向您致上我個人的肯定 謝謝 跟尊敬 謝謝委員 那不過如同您現在看到的這個powerpoint 所顯示出來的 部長您大概可以看到說 大概2008年當作一個分水嶺 我們每年的預算 從有餘到變成是每年呈現赤字這樣子的狀況 那不曉得部長您對於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造成轉變最大的關鍵性的因素是什麼 您以您多年的經驗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較直接的答案 國際國內的因素都有 國際因素 13年98年就是遇到金融海嘯 所以我們發消費件 結果擴大支出 那一年的赤字4000多億 那第二年為了景氣也是4000多億 所以那兩年就弄到了8000多億 後來接著莫拉克颱風又救災特別預算 又1000多億 所以有國內有國際的因素 剛剛您講的都是一些比較特別的事件 那按照部長現在對我們整體稅收的狀況 包括稅數跟稅入 您覺得這個紅色的赤字呢 是接下來在您講的那些特殊的事件都消失掉以後 譬如說我們不會每年產生金融風暴 那可能像莫拉克那樣子的悲劇 我們也希望能夠減少 那未來的趨勢您會認為我們在什麼時間 有可能從赤字轉為有餘 如果不改革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即使去除掉金融風暴 即使去除掉風災那些因素 如果不改革 這個紅色的部分會不斷的擴大嗎 是 這個是我今天可能利用這個時間 想要特別強調的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的赤字不斷增加的時候 我們看得到的就是 每個人平均國債的負擔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不斷的攀升 那當然我知道從財政部的觀點 每一次媒體在討論國債的時候 你們都希望只看真的是中央政府的國債 那地方政府因為分布不太一樣 潛藏性的赤字 可能也 就是說在估計上面要不要把它看成債 可能會有不太一樣的觀點 因為我有注意到 每次媒體發布相關的新聞的時候 財政部就會再一次的跟大家講 你們的國債中的定義啊到底是什麼 但是部長您大概沒有辦法去 去緩解 大家一個現在非常擔心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這一些所謂隱藏性的負債 把它都加上去的話 我們接下來未來的下一代 面對的真的是債務越來越沉重的未來 那這個會直接的牽涉到 我們現在在過去幾年當中 還有很多公民社會 甚至是年輕人 我們都非常關心的世代正義的問題 部長您認為啊我們這一代 如果沒有把財政的問題 做一個系統性的解決 把這個債留給我們的下一代 來加以負擔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有的作為嗎 是 委員我回應兩點 第一點前面那一章是正確的 就公債定義 每人負債是23萬 這個107萬是不正確的 因為潛藏負債沒有人當作負債 全世界都沒有 它是英文裡面是 未來支付的義務 我們的債是date 是要還本要復習的 那這個潛藏負債18兆 沒有到還本復習的地步 它會慢慢成為負債 所以這個要改革 所以我剛剛講 這個不改革 因為我們每年已經付出4000多億 大概相當於稅數的23.5% 這一部分要改革 沒有 這個我了解啦 因為我一直知道齁 財政部對於國債的定義 採取一個比較嚴格的定義嘛 跟媒體上面揭露的數字 兩者之間有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才用兩個圖表 然後呈現 讓 就財政部的定義 跟一般媒體上面 大家定義的兩個數字 都呈現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不否認 這個部分需要改革啦 就是未來要改革的對象 我現在齁 我現在齁 要講的是啊 另外一個面向 不知道您看啊 這張表啊 就是說 我們的受僱人員 他們的薪資啊 在整個 GDP當中 所佔的比重 跟美國 或是其他的國家 比起來 您有沒有發現 有什麼特色 看起來就是台灣的薪資偏低啦 佔GDP的 比重偏低 對 可以很清楚的 看得出來是 台灣在薪資所得 在GDP裡面 所佔的比重偏低嘛 是 部長您知不知道 在我們所有 所得稅的稅收當中啊 屬於薪資 所得的 比重 有多少 綜合所得稅 好 就綜合所得來講 薪資所得 他的稅收的比重 佔百分之五十 他所得 佔全部 所得百分之七十五 但他的稅收只佔百分之五十 是 我們如果用 綜合所得帥 來當baseline 台灣目前的薪資所得 在綜合所得稅裡面 佔百分之七十五 那我現在秀出來的是 美國 還有OECD的國家 他們的薪資所得 在所得稅裡面 所佔的比重 部長您有沒有看出 什麼樣的特色 就是 就是說 這樣啦 應該說 所得稅制不同 像美國 他們資本利得 是要課稅的 我們資本利得 長期沒課稅 部長非常好 您點出了一個關鍵的重點 就是資本利得的課稅 對嗎 我們看到的現象是說 在所有GDP裡面 我們的勞工 我們的壽星階級 他佔的GDP的比重 已經比其他國家要低了 但是在我們整個所得稅制的 在我們整個所得稅的稅制當中 壽星階級 他們所負擔的 負稅的比重 就薪資所得 高達75% 另外25% 報告委員 不是負擔75% 是所得的比重 他租稅負擔才版本 對 我知道啦 我講的是說分母 我們就直接用綜合所得稅當分母 您的意思是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要說的事情是說 從剛剛那兩個圖表 看到台灣目前整個在租稅公平上面 所面對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 在GDP裡面 壽星階級 他們分的比已經比較小了 但是我們在科所得稅的時候 就薪資所得的比重 非常的重 那就是部長剛剛您所點出來的 有關於資本利得稅的問題 那我想接下來就是說 以部長您長年的經驗 就是台灣接下來 如果要去改變這個租稅不公的問題 要去科增資本利得稅的話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政策的方向 以及可能的改革作為 部長您有沒有什麼想法 資本利得就是兩部分 一個股市一個不動產 那不動產的部分我們已經改了 今年1月1號這個利得可以收到了 那股市的部分牽涉到整個股市的發展 我想委員也很清楚 過去提過幾次 大概都因為股市的因素 公敗垂成 我們那個時候啊 把可能這個是馬上獨立到另外一個更特定的問題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把遺產以及鎮餘稅 從那個時候累積稅率 一口氣調到10%的單於稅率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政策方向 不曉得部長您是不是贊成 報告委員 這是公平跟效率之間的進合啦 那個時候50%表面上看起來公平 但是沒有效率 因為逃漏稅很多 10%看起來不公平 稅收差不多 但是逃漏稅變少了 比較有效率了 所以你還是沒有跟我講 就是對於那一波的改革 您個人的看法是什麼 價值的判斷啊 因為我們所有的政策 就是公平跟效率之間的 Trad off 你要選公平還選效率啊 那這個在公平效率各有優點 對 這個我了解啊 所以我還是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對於那一次的改革 您個人認為滿不滿意 或者是說 從所謂的公平朝向效率的方向 你是不是贊成 委員如果從今天事後的角度來看 第一個稅收沒有減少很多 有減少一點點 但是 增納雙方的爭議變少了 然後申報的遺產總額變多了 就桃漏變少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 從稅收的角度 從基增減證便明的角度 從效率的角度 它有優點 OK 我想最後一個是 就有關於遺產跟證漏稅啊 稅制的改革 是不是 現在百分之十過低 未來是不是有重新調整的必要 我相信過去這一兩年 在稅制改革完了以後 不管是曾巨威教授 那之前是曾巨威委員 或者是租金醫院士 他們都發表過了相當多的意見 跟看法 對於那個時候改革 表示遺憾的地方 但是對於這個特定的稅制 未來要怎麼處理 我們還會有更多的時間 來共同的面對 那最後我要秀的是啊 就有關於我們貧富差距 不斷擴大 這樣一個圖 對不起主席 我大概在20秒 把它收了 就是說 我希望啊 部長未來 雖然您剩下只有一段的時間 那但是我還是希望說 未來即使您卸任了以後 您帶台灣這麼長的時間 去推動複稅改革 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就如同您所講的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整個財政的結構 如果不進行改革的話 每年的赤字還是會繼續累積下去 而把債留給我們的下一代 這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台灣現在要正式的面對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在未來的這個道路上 能夠希望部長 對於財稅改革 這樣子的一個信念 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接下來請李應元委員質詢